老哥哥 张客家 秋是怀人的季后 深宵里 床头上叫着蟋蟀 凉风吹玉绿明光穿过纸窗来 在我这没法合紧双眼的荡 一个老太龙中的老人的影像 便朦胧在我眼前了 可以说 我的心无论什么时候 都给老哥哥牵着的 在青岛住过了五年 可是 除了友情没有什么 使我在回忆里畅往 有 那便是老哥哥了 青岛离家很近 起早也不过天拔的路程呢 记得在中山路左脚 一家破旧的低级的交易场中 常常可以得到老哥哥的消息 前来的乡人多半是贩卖鸡子 回头带一点洋货 老哥哥的孙子 也每年无定时的来跑几趟 他来 我总能够知道 临走 我替一个小包 亲自跑到嘈杂的交易所里 从人从中 从忙乱中 换他出来 交到他的手里 这是带给老哥哥的一点礼物 这还使得呢 口在推让着 小包却早已接过去了 我知道 这点礼物不比红毛有分量 然而 一想老哥哥用残破的牙齿 咀嚼着饼干时的微笑 自己的心又是酸又是甜的 老哥哥离开我家 算来已经足足十年了 在这个长的期间里 我是一只乱飞的鸟 也偶尔的投奔一下故乡的园林 照例 在未到家以前 心先来一阵怕 怕人家说我变了 更怕有些人我已经不认识 有些人已经见不到了 到了家一定还没做好 就开始问长问短了 心急急想探一下老哥哥的存亡 可是 话头却有些不敢往外吐 早晚用话头的偏锋 敲出了老哥哥健在的消息 心这才放下了 前年旧年是在家里过的 正月的日子是无底悠闲 便把老哥哥约到我家来了 见了面 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楚他 他却大声喊着说 你瘦了 小时候那样的又胖又白 从他刚进的声音里 我听出了他的康健了 老哥哥 你拖在背上的小辫也凸尖了 他没有听见 便在我的扶持下爬到我的炕头上了 我们开始了短短长长的谈话 话头随意乱摆 是没有一定的方向的 他的耳朵重听 说话的声音很高 好似他觉得别人的听觉也和他一样似的 用手势 用高枪 不容易把一句话递进他的耳朵里去 他说 他常常挂念着我 他的身子虽然在家里 可是心还在我的家呢 鱼丝还缠在嘴角上 可是他已经虎虎地打起憨声来了 我心里悲伤地说 老哥哥老了 呼吸像拉风香 一煞又咳嗽醒了 愣正起来吐一口黄痰 他自己仿佛有点不好意思 要我扶他驱搭搭到耳房里去 在那儿也许他觉得舒心一点 五十个年头 身下的土炕会印上个血的影子吧 于今 用了一把残骨 他又重温别过十年的旧梦去了 傍晚了 我留他住一宿 他一面摇头一面高声说 老了 夜里还得人服侍 日后再见吧 我用眼泪流他 他像没有看见 起来紧了紧腰 亮呛着向外面一步了 我扶着他走下了西坡 老哥哥的村庄 已在吹烟中显出影子来了 我回步的时候 晚霞正着在西天 回头望望老哥哥 已经有些模糊了 在冷风里 只一个黑影在闪 日后再见吧 我一边走着 一边回味着老哥哥这句话 但是 一个熟透了的果子 谁料定他哪啥会落呢 回到家来 更念念着老哥哥了 老哥哥真是老哥哥 他来到我家时 曾祖父还不过十几岁呢 祖父是在他的背上长大 父亲是在他的背上长大的 我呢 还是 他是曾祖父的老哥哥 他是祖父和父亲的老哥哥 他是我的老哥哥 听老人们讲 他到我家来时 不过才二十岁呢 身子同邦铁底的 一个人可以单拱八百斤重的小车 可是 在我记事的时候 他已是六十多岁的木器人了 那时他的活是赶急 被牲扣 浓忙了 担着饭往坡里送 晒长的时节 有时拿一张木叉翻一翻 扬长 他也拾起张鲜来扬他几下 别人一面扬 一面称赞他说 好手艺 扬出个花来 果真老将出马 一个干俩 从我记事以来 祖父没曾叫过他一生老哥哥 都是直呼他老李 曾祖父也是一样 曾祖父的脾气很暴 好骂人王八蛋 他老人家一生起气来 老哥哥就变成王八蛋了 祖父虽然不大骂人 然而 那张不大说话的脸子 一望见就得叫人害怕 老哥哥感激少买了一样东西 或是祖父说话 他耳聋听不见 那一张冷脸 半天一句的冷话 他便伸着头吃上了 我在一边替老哥哥心跳 替老哥哥不平 心里想 祖父不也是在老哥哥手下长大的吗 老哥哥对我没有那么好的 我都是牵着他的小便玩 他说故事给我听 他说他才到我家来 我家正是忘食 六曾祖父做大金冠 门前 那迎风要倒的两对旗杆 是他亲手加入树起来的 那时候 人口也多 真是热闹 雨季间流露着繁华些的感叹 我小时候最是迷笃 到了书的老鼠洞里 也挖不出一个铜钱来的困窘时 我便想到老哥哥的那个小破钱袋来了 钱袋放在他枕头底下 顺手就可以偷到的 早晚他用钱时去摸钱袋 才发现里面已经空空了 他知道这个地道的贼 他一点也不生气 我后来向他自首时是这样说的 老哥哥 这时我还小呢 等我大了 做了官 一定给你银子养老 他听了当真的高兴 然而 这话曾祖父小时曾说过 祖父小时也曾说过了 在黄昏 在雨夜 在月明的树下 他的老话便开始了 我侧着耳朵听他说长毛作反 听他说天上掉下彗星来 然而 给我印象最深的要数这一次了 那年我八岁 母亲躺在床上 脸上蒙一张白纸 我放声哭了 老哥哥对我说 母亲有病 他到吕彪去取药 吃上就好了 后来 给母亲上坟 也老是他担着菜盒 我跟在后头 一路上 他不住地说 母亲是叫父亲气死的 当年大相公 剪了发当革命党 还在外面和别的女人好 一小时穿一件实样的衣裳 姑们问一声 又是外边那个娘做来的 这话叫你娘听见 你想 心里是什么味儿 而后 皇帝又一劲地杀革命党 你爷戴上假发 到处亡命 这两桩事便把你娘制死了 老哥哥一天一天都没用了 日夜蜷缩在他那一脚炕头上 像吐进了丝的残一样 疲惫抓住了他的心 背驱得像张公 小比尔越显得细了 他的身子简直成了个季后表 一到秋风起来 便卡卡地咳嗽起来 老里老了 老里老了 大家都一起这么说 年老的人最不易叫人喜欢 于是老哥哥的坏话塞满祖父的耳朵了 大家都讨厌他 讨厌他耳聋 讨厌他卡卡闹得人睡不好觉 讨厌他冬天把炕烧得太热 他一生都是讨厌骨头 好似从来就没有过不讨厌的时候 祖父最会打算 日子太紧 废物是得铲除的 于是便寻了一点小事 便把五十年来 跑里跑外的老哥哥赶走了 我当时的心 比老哥哥的还不好过 真想给老哥哥讲讲情 可是 望一下祖父的脸 心又冷了 老哥哥临走泪淋淋的 口里半诅咒半咕噜说 不行啦 老啦 每年十二吊钱的公价算清了账 肩上一个小包 走出了我的大门 我牵着他的衣角 不放松地跟在后面 老哥哥儿花女花是没有一点的 他要去找的是一个四字 说家是对自己的一个可怜的安慰罢了 但是 不是自己养的儿子 又没有许多东西带去 人家能好好养他的老吗 我在替他担心着呢 十年过去了 可惜老哥哥还在世 暑假在家住了一天 没能够见到他 但从三鸡匠口里 听到了老哥哥的消息 他说 在西河树行子里 碰到老哥哥在背着手看西照 见了他 还亲亲热热地问这问那 他还说 老哥哥一心挂念着我庄里的人 还带要鼓鼓劲来耍一趟 因为不过二里地的远近 老哥哥自己说 脚力还来得及呢 又是秋天了 秋风最能吹到老年人 我已经能赚银子了 老哥哥可还等得及接受吗 谢谢大家